公司年会这天,柳如烟带上来一个男人,当众宣布他就是新上任的公司副总,公司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,刘经理看着我眼里满是嘲笑,刘总,纪经理在公司这么多年,怎么升迁没轮到他啊,柳如烟随意一笑,纪经理是公司中流砥柱,在基层才能最好发挥作用,我知道,柳如烟吃定了我不会有意见,更不会离开他,看了一眼新副总,我明白了原因,他和柳如烟大学时意外身亡的白月光简直一模一样,我突然累了,一把扯下公牌,扔到了柳如 柳如烟面前,刘总,我不想干了,纪博答,你什么意思,柳如烟的声音里,带着一丝不悦,眉头紧锁,但碍于在场的众多员工,不得不维持着表面的平和,只能耐着性子问我,我能清晰地感受到,他即将爆发的怒火,此时,公司里的每一个人,都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我,有的甚至憋不住笑出了声,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戏上演,柳如烟将我的公牌递过来,与其稍微缓和了一些,但在我看来,这已经是他,对我所能给出的最大让步了,让一腾 一腾成过来,只是挂个名,我跟一腾成是就相识了,只是让他过来待一阵子,过段时间等有机会,你也可以申请副总这个职位,大家都是成年人了,你没必要跟我耍小孩脾气,然而,我早已心灰意冷,语气坚决应声,不,柳总,我就是不想干了,柳如烟的面色顿时沉了下来,他似乎没想到,我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给他面子,一旁的一腾成健壮,直接开口了,语气中带着一丝隐隐的谦卑与妥协,柳总,基金里确实是公司的中流砥柱,我这么突 不然空降这边,想必大家表面不说,心里其实也是有一些意见的,我愿意从基层做起,把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人,但柳如烟听着一腾成语气里的妥协和委屈,却更加愤怒了,他当机立断地开口,一腾成,你别谦虚了,没有人比你的能力更适合这个位置,我把你安排在这个位置,就证明,你适合也配得上这个位置,谁有意见大可来找我,柳如烟都已经这么发话了,周围的同事,自然不敢有任何意义,纷纷表示,一切听柳总安排,随后,柳如烟冲我不耐烦地开口 纪博打,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了,你能干就干,不干就滚蛋,我扯了扯嘴角,心中一阵冷笑,我就知道,他对我的耐心向来不如别人,甚至都不如一个新进公司的实习生给得多,不等我应声,柳如烟继续出声,一腾成,你坐我旁边,咱们正式开始开年会,正好也带你认识认识公司的各个部门负责人,突然之间,我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小丑,站在那里无所适从,但我能感受到周围人隐隐约约的目光,带着或同情或讥讽,我也不再犹豫,直接� 放在会议桌上,然后转身就走,纪博打,你走出这间会议室,今后就不用再来了,柳如烟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,带着一丝愤怒,我不予理会,静止走出了会议室,刚出会议室的门,一旁就来了几个同事,上前假惺惺的劝说,他们大概是也通过小道消息,知道了会议室里发生的一切,纪经理,你看,咱们现在都这个岁数了,目前当务之急,不应该是在公司里能待下去才是首要吗,人到中年,失业了之后是很难的,尤其像你这种技术骨干,现在刚毕� 大学生不便地都是,这个岁数,谁还敢拼用你啊,我这人说话就是直,你别介意啊,我看着他们一张张假惺惺的脸,话里话外,都是柳如烟给了我岗位,离开了公司我什么都不是,离开了,他我更是废物一个,我稍作停顿,那边会议室也开完了会,身后陡然传来恭喜柳如烟清除害虫的笑声,甚至还有希望柳如烟能把我提出婚姻的劝告,我回身看了看这个乌烟瘴气的公司,和这些个虚伪至极的面孔,只觉得一阵疲惫,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,我是柳如� 这个身份,一直如同一张无形的网,将我紧紧束缚在这段关系里,一口气都喘不上来,我和柳如烟的缘分,始于大学校园,那时的我还是他的学弟,我们同在一个金融专业学习,我的父亲曾是柳如烟家的司机,在他家做了十几年,形同家人,几年前,我父亲在一次意外中,救下了他父亲,而这份恩情,也让柳夫在临终前,将我和柳如烟完全绑在了一起,他希望我们能结婚,那时的柳如烟,正沉浸在失去暗恋多年的白月光的痛苦中,那个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,同样也 在一次意外中,永远地离开了他,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,他遭受双重打击,是我陪在他身边,一点点地帮他走出阴霾,或许,是出于感激,或许,是出于对未来的迷茫,他最终稀里糊涂答应了这桩婚事,然而,这桩婚事,其实并没有领证,也没有夫妻之实,每当我试图提及这些问题时,柳如烟总是以公司正在上升期为借口,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,我曾以为,他答应这桩婚事,至少是对我有那么一丝感情的,我那些日子里的陪 回伴与付出,说不定已经悄悄地打动了他的心,后来,我委屈求全,拒绝了很多大厂,大学毕业,就直接进了柳如烟的公司当技术经理,一开始也是为了帮他,把公司稳定住,二来也怕柳夫去世公司动荡,帮他撑撑场子,之后的暴露关系并不是我的本意,但这也彻底让我成了同事的眼中刺,我在公司里的兢兢业业,在家里的无微不至,希望能够身体力行,慢慢地感化他,让他多看我一眼,然而,直到一腾成的出现,我才彻底明白,有些人的心,就像一块 冰冷的石头,无论我如何努力,都无法温暖他,我收拾好东西,直接下楼离开公司,刚踏出办公楼,就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,提交了离职申请,人事经理也爽快地批准了我的请求,我仿佛已经预见到了柳如烟得知我离职时的冷笑,但此刻,这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,我回到了那间被同事传言为同居的房子,其实,这里只是我们合租的地方,最后看了眼那些熟悉的百件,我默默地收拾好自己为数不多的东西,准备离开,在回新房子的路上,我突然想喝 酒,于是顺路还买了几瓶酒,最后我喝得烂醉如泥,为自己这些年来的不值得,而痛心疾首,同时也为自己终于恢复了自由,而举杯庆祝,而朦胧间,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,这是怎么回事,怎么还躺地上了,现在还有哪不舒服吗,我揉了揉顿痛的太阳穴,酒醒了一点,来人给我滴了一杯水,我才看清,是个年轻的女孩,不由迟疑恍惚,你是,对面似乎没料到,我第一句会问她是谁,晚了一下头发笑着开口,房东没跟你说吗,我是这个房子,上一任的租客,今天过来收 都是一下之前落在着的东西,你好,我叫林又威,我应声皱眉,打开手机,果然看见房东给我发的消息,连同好几个语音电话,估计那个时候,已经喝多睡熟了,所以没看见也没听见,通过交谈才知道,林又威也是刚刚离职,看着她年轻意气风发,想要追求自由的样子,我由衷羡慕,而林又威得知,我刚失业分手,看着一地的酒瓶狼藉,当即就开口,几个,要不咱们家一起去看海吧,你看我们,聊得这么投机,也都刚失业,就当一起庆祝,咱们都恢复了自由身吧,最近正 正好想去海边,朋友们都不想陪我去,你就跟我去吧,我看着她的面旁,一时想不起,上次想去看海是什么时候了,可是人不就活几个瞬间吗,现在自己失业了还怕什么,总归是饿不死的,于是我们,一起去隔壁市看了海,看着海浪蔓延上沙滩又退回,我的心难得平静了很多,不由开始,跟她交谈了起来,林又威是个自来熟,大概现在刚毕业没几年的学生,都是这样活泼,没有入职场多年的勾心斗角和疲惫,我们从天亮谈到太阳落山,一起看了海上的落日,年轻的她有很多梦想,无意 你不让我惊叹,几个,我觉得人不应该被困在过去,我刚看见你的时候,你就躺在客厅沙发上,醉醺醺的,还以为你不是什么好人呢,吓我一跳,她滔滔不绝地说着,那天发现我的去世,我就跟着笑,突然又想起,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所有时间,似乎都是枷锁,自从毕业开始,每一天都是两点一线,几乎是全身兴慰了公司和柳如烟,我白天在公司上班,晚上回去照顾柳如烟,而她从来都不领情,我经常因为她的情绪患斗患失,柳如烟在跟我结婚后没多 多久就后悔了,在我满心欢喜地询问何时领证时,她当即给我泼了一盆冷水,她不想领证,只是因为父亲的遗言才不得不跟我保持这种关系,她会在家里摆满了关于那个死去男人的回忆,各种各样的相框堆在一起,刺眼至极,我每次一动,哪怕只是打扫卫生碰了一下,她就会大发雷霆,而长期的内耗也让我精神压抑,看着林又微年轻的面旁,我苦笑一声,开始诉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,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擅长吐露痛苦的人,一方面我是一个成年男人,而另一方面,这段关系 实在让我不知从何说起,我自己都记不得自己对柳如烟到底是什么感觉了,但是林又微很耐心,从头到尾都在听我磕磕斑斑的叙述,而跟她聊完之后,我也突然觉得豁然开朗起来,结束了行程回家后,我们便准备分开,于是一起回了那个出租屋,林又微照例收拾自己之前留在这的东西,因为东西里还有个不大不小的家电,所以费了些时间拆卸,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,不由感慨,能跟她聊聊,真是太好了,不过林又微还有自己的梦想和自由要追逐,我只是她生命中普普通通的过客和朋友,但我 我还是很感谢她能倾听和开导,谁知刚进屋,就看见屋里有一群不速之客,为首的人正是柳如烟的保镖,她见我来了,礼貌冲我汗手,而后开口,季先生,柳小姐请您回去,柳如烟想让我回去,看着面前有些尊敬的保镖,我感觉心里有些奇怪,这些年,柳家上下都是看我不顺眼的,认为我配不上柳如烟,连带着柳如烟的保镖也对我向来不客气,更别提现在恭恭敬敬敬地让我回去了,他们现在这样,让我着实有些不适应,但我的态度不会因为他们对我突然客气,就改 告诉柳如烟,我不会回去了,今后也不想再受那些窝囊气,她爱找谁就找谁吧,领头似乎没料到我态度坚决,因为这些年,我和柳如烟大大小小的嫁也吵了不手,但是没有哪次是像这样决绝,毕竟平常都是我先冲柳如烟低头,哪有用得上他们的机会,如今见我态度强硬,他们决定软得不行,又想来硬的,季先生,你要真是不同意,就别怪我们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了,我冷笑出声,对他们的发言简直觉得荒谬,那你们大可试试,我马上就会报警,到时候,就不是你们能 说得清的了,法治社会,你们还想大白天的鲁人,领头看了我半天,终于意识到我软硬不吃,只好开口,不好意思,季先生,刚才是我鲁莽了,我这就回复柳小姐,她带着一众人去楼下打电话,我就坐在沙发上等着,果然,没过多久,她就直接叫来了柳如烟,柳如烟身着一身包囤裙,踩着高跟鞋,满脸冷漠地进了屋子,我顿时觉得有些陌生,明明只是几天没见,就好像过了几年,或许是因为心里已经把她放下,所以如今在看,并没有当初心动和想对她好的 感觉了,所以才会觉得陌生,柳如烟站定,抱着胳膊环视了一下这个小房子,随后直截了当开口,季伯达,我希望你能回去,你不会真的打算在这待一辈子吧,咱们还是夫妻,你不回去像什么样子,柳如烟,你忘了吗,咱们根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,你甚至结婚证都没跟我领过,事到如今,竟然还想让我回去,我拒绝,恕难从命,我的拒绝让她一正,随后紧紧皱起眉头,似乎没料到,我现在态度这么坚决,伴上,柳如烟压,着火叹了口 如果你是因为前些天一腾城的事情,对我还有界点,那我可以告诉你,那件事已经解决了,现在我愿意付双倍工资请你回去,公司,还需要你,姬伯达,别闹脾气了,我看着她的面庞,一时觉得特别惊奇,毕竟实在难得看到她这样对我,之前无论我做得再多,她对我的态度都是贬低,好像我离开了公司和她,下一秒就要去睡大街了似的,现在能回来求我,大概真是公司运营系统出了什么,只有我能解决的问题,不过现在看来,我的能力,好像并不是她说的那样,一文不值,毕竟舍得出双倍工资来 继续雇用我,那么我的价值,大概也在这双倍工资之上吧,而且,以我了解柳如烟的情况来看,只要有更合适的技术经理,她肯定都不会回来,用双倍请我回去,不好意思,我拒绝,你重新找人吧,我又一次拒绝了她,随后一台下巴示意门,想让她直接离开,记不打,你能不能别在这个脸不要脸,你以为我柳如烟除了你就找不到别人了吗,开什么玩笑,柳如烟顿时恼羞成怒,直接怒斥出声,这时,一直在卧室的林又威也捋清楚了目前的状况,当即从卧室里出来,开始 帮助我说话,我当是谁呢,当初说不要就不要了,现在找不到人了,回来雇他了,你这算盘打得还挺响,我在卧室都听到了,柳如烟这时,才发现,屋里还有一个人,立马皱着眉,你是谁,你们是什么关系,我刚要开口解释,谁知林又威轻轻一笑,理直气壮开口,我是纪博达的女朋友啊,你是谁,在我们家趾高气昂的干什么,煞时,所有人都震惊了,纪博达,解释,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背叛咱们的感情的,柳如烟似乎异常生气,当即怒吼出声,我看着她的模样 顿时有些疑惑,毕竟过去那些年,她从来没表现出,对我一丝一毫的在意,不过是到如今,还是别把误会扩大比较好,虽然林又威的初衷是好的,我还是希望她别过来蹚这趟浑水,其实我们不,你们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,背不背叛的重要嘛,况且,我们是在你们分手之后认识的,你嘴皮子一碰就是背叛,好大的锅啊,林又威直接打断了我的话,对我使为眼色,而后在柳如烟愤怒的目光里,继续开口,纪博达跟你在一起的,每天就没有放松的时候,她白天兢兢业 给你的公司创造价值,晚上回家还得照顾你,你那个薪水,我都不好意思说,也就是仗着她对你有感情,才敢开这么低,你去外面问问,现在像她这样学历的技术经理,普遍工资多少,还开双倍,简直笑话,双倍也就能够得上平均值,柳如烟顿时面如黑炭,目光冷冷看着我,所以你,就是这么以为的,纪博达,看着她的脸,我索性破罐子破摔,对,柳如烟,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,也没有爱过我,把我留在身边,无非就是好用,在生活和事业的方方面面都很好用,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无比煎熬,那你当初跟我结婚做什么,现在翅膀硬了,就一件大了事吧,还找个什么找小女朋友,柳如烟大为恼火,我也来了脾气,直接怒斥出声,怎么了,你能找一腾成,当你白月光的替身,我不能再跟你分手之后,找一个普通人过日子了,你能找替身,我肯定也能找下家,你管得着我吗柳如烟,我的一番言论,顿时让柳如烟气得说不出话,纪博达,我不想再跟你就这个问题吵架了,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特别讨厌,扮上,柳如烟深吸一口气,看我的目光隐隐约约 柳如烟透出不耐来,显然也不想和我继续交流了,我听着这样的话,内心毫无感觉,甚至有种微妙的爽快,柳如烟,你现在对我的看法我完全不在乎,如果你准备厌恶我,那就一直厌恶下去吧,最好别再转变了,好好好,纪博达,你现在就这么跟我说话是不是,柳如烟直接就被气笑了,看着我租的这个小房子,直接开口,那你就这,那么自暴自气下去吧,你不是觉得我给你开的价格低吗,那你大可以去外面看看,有没有比我开的高的地方,柳如烟最后狠狠弯了一眼林又微,直接带着人� 离开了,我则是顿住,被他说的话影响,顿时有些悲观,纪哥,你别灰心啊,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,我真的觉得,你这个学历和工作经验能去更大的地方,林又微在一旁安慰我,突然想起来什么事的开口,我之前的公司正好缺这方面的技术人才,我联系联系,看看他们还需不需要,你肯定能进的,柳如烟能两倍的工资请你回去,肯定是因为你有这个价值啊,你的能力毋庸置疑,我在他鼓励的话里,扯出一丝笑来,心情顿时好了一些,然后轻声开口,那就,麻烦你了小林,叫我林又微就 行,随后我们彼此告别,互相祝福,有更好的未来,而我刚关上门,就收到了一条柳如烟发来的消息,记不答,刚才我们都太冲动了,我再问你一遍,你想不想回来,好好考虑一下吧,之前人都是给你面子,现在给你抬肩,过期不后,看着过期不后几个字,我直接冷笑出声,当即拉黑了他,柳如烟竟然能拉下脸给我面子,这对他来说,简直是个巨大的转变,毕竟在过去的几年里,他从未给过我,一丝一毫的温情与颜面,工作上,他严苛到了极点,铁面无私 毫不留情,只要我的工作,有丝毫的疏漏或马虎,他就会毫不留情地,当着众人的面,对我进行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,从未在意过我的感受和尊严,如今,当我再次回想起,那些令人难看的场景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,也许,那正是公司同事对我态度冷漠,甚至排挤我的真正原因吧,毕竟连公司的大老板,都如此看不上我,我在其他人眼里,自然也成了重视之地,我们之间的争吵,也早已成了家常便饭,而每次争吵,他都会拿他那个死 死去的白月光,来跟我做对比,仿佛我永远都达不到他的期望和标准,他明知这样会让我痛苦不堪,却还是故意当众羞辱我,让我无地自容,那时候的我,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和感情,所以,几乎每一次争吵,都是,以我低头认错而告终,我的忍让和妥协并没有换来他的理解和尊重,反而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尊严,我那么努力地对他付出,全心全意地想要赢得他的心,却最终被他肆意玩动感情,伤得体无完肤,而现在,当我终于心灰意 决定要离开时,他竟然能主动给我台阶下,这种事,如果让两个月前的他自己来看,估计他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失心疯,他这个态度的转变,却也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,公司现在真的是缺人了,而我的能力,也并没有他平时所说的那么不堪一击,至少,离开公司后,我肯定不会流落街头,我按照林优薇给我的地址,找到了他的前司,却意外地发现,那竟然是我之前所在行业的龙头企业,规模之大实力之强,与柳如烟的小公司,简直是天壤之别,我苦笑出声,刚 刚才的壮志凌云瞬间瓦解,心想林优薇还真是敢帮我问啊,不过既然来都来了,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去参加了面试,没想到面试过程异常顺利,我很快就通过了层层筛选和考核,当握着我的手表示欢迎时,我还感觉像做梦一样,完全不敢相信,这是真的,新公司不仅给了我更高的职位和待遇,还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,连刚才引导我填表的,都忍不住叹气说,季先生啊,您怎么之前待在那种公司啊,以您的简历和学历,在我们公 公司绝对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的,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,砸得有些晕头转向,而在入职仪式上,我突然看到了脸色铁青的柳如烟站在人群里,这时,我这才猛然想起来,这个企业投资的中小企业里,有一部分资金,就流入了柳如烟的公司,现在我以区域总经理的身份,入职新公司,他也理应赶来,认识一下新的合作伙伴,虽然不知道,这是公司哪个人的,主意,但看到柳如烟那铁青的脸色,和愤怒的眼神时,我心里还是不由的,感到一 一脸怒容的柳如烟拦了下来,他瞪着我,眼中满是不甘,记不打,你赢了,你刺激我的目的达到了,记不打,我皱了皱眉,目光紧紧锁定在柳如烟那张冷漠至极的脸庞上,他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反应,见我不吭声,便自顾自的开了口,你已经向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,回来上班吧,我给你开更好的工资,还有副总的待遇,我听来,却只觉得荒谬至极,随后摇了摇头,语气坚定,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,我拒绝,柳如烟,我不会再 回你的公司了,柳如烟文言,抿了抿唇,眉头皱得更紧了,他似乎在想些什么,过了半天才万分为难地继续说道,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不满意,那我愿意跟你,领证,听到这句话,我不禁哑然失笑,曾经我满怀期待地想要跟他领证,他却告诉我,做人要懂得知足,现在他竟然主动提出要领证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,然而,此时的我对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,我面旁冷漠,一言不发地看着他,任由他在那里焦急地解释,如果是因为伊藤诚,那我希望你适可而止, 我跟伊藤诚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,并没有你当初想的那层意思,柳如烟急切地想要澄清误会,但我却一句都没听进去,现在的我对柳如烟和伊藤诚的事情已经毫不在意了,因为我已经不爱柳如烟了,他的任何解释对我来说都无所谓,柳如烟见我依然无动于衷,终于有些绷不住了,怒不可恶地喊道,激波打,你这样的人,我在哪里都能找到,你狂什么呀,被总公司聘用了,就可以跟我指高气昂了是吧,我没有理会他的怒吼,直接转身离开,很快,柳如烟就大张 起鼓地宣布,找到了新的技术经理,甚至还带到总公司来跟他一起跑业务,据说这个人才,还是一副总推荐的,我看着他若有四无地往这边看的眼神,心中没有一丝波澜,继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,但是没过多久,更大的新闻就爆了出来,柳如烟新找的技术经理学历造假,导致公司爆雷,这位造假的人,才让柳如烟的公司,亏了整整几十万,那么多的钱,一夜之间化为乌有,这件事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,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柳如烟,一脸憔悴 柳如烟的接受采访,并表示他目前正在公开招聘新的人才来填补空缺,我关掉了电视,没有再去关注后续的发展,我却没想到柳如烟又找上了我,手里还拿着一大束玫瑰,柳如烟,你什么意思,我冷着脸询问出声,柳如烟撑起笑意,来接你回家,还能是什么意思,不必,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,柳如烟顿事不愿接受,大概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,为什么我还是不肯松口,纪伯答,我们从小就认识,甚至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,你不会因为那点事情,就彻底跟我断绝关 他经不住开始打感情牌,直接拿出我之前摘下的婚戒,抓住我的手腕,就想给我戴上,我一把甩开,柳如烟,你根本就不爱我,就像婚戒永远都是我一个人在戴,从来没见你戴过,人心都是肉长的,就算当初多爱你,在日复一日的伤害里,早就心灰意冷了,我纪伯答拿得起放得下,柳如烟从没见过我这么直白地说自己,对他的感情,当即发了疯,如果你当初那么爱我,就应该跟我回去,你回去了我就把一腾成赶走好不好,求你了纪伯答,我没开玩笑,我扯了扯嘴角,冷笑出声, 一腾成,你自己留着吧,随后,我不再不理会他的哀求,直接把他赶走,谁知他却在那之后,突然变成了狗皮羔羊,上下班都会来接我,甚至偶尔还会给我送饭,对此,我烦不胜烦,知道了笑着说我这种人才在学校里,都是抢手目标,他小打小闹的公司,根本没本事请人家,我说了,今后不要再来找我,我们已经结,恕了,那你到底,要我怎么样,纪伯答,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了,你要是真不知好歹,那也别怪我无情了,在又一次的争吵过后,柳如烟怒吼出声,当即扔了 婚见,头也不回地离去,我看着他的背影,只感觉一阵清静,之后又是几天上班,突然素未谋面的公司千金点名,让我一起参加晚会,等我看到身着美丽礼服的林又威,对之前发生的一切顺利,才有了结论,他狡黠冲我眨了眨眼,然后嘘了一声,晚会中,我还看到了柳如烟,他看到我和林又威站在一起,当即满脸错愕,柳如烟觉得,我离开他跳槽的原因就是林又威,他嘴角隐隐扯起一个嘲讽的弧度,纪伯答,原来你是因为有了更好的下家,才离 离开我的,你都变了心了,还把一切说得那么道貌黯然,我还以为你是真有骨气呢,原来也是个吃软饭的,他继续补充道,言语间充满了鄙怡,然而,林又威并不是一个会轻易吃亏的人,只见他轻笑一声,当即反唇相机,那也赶不上姐姐你啊,家里有记哥,心里有白月光,公司里还找替身,一时还真不知道,你爱的是哪个呢,林又威的话,让柳如烟的面色更加阴沉,他似乎被戳到了痛点,两人当即争吵了起来,我刚要开口劝住林又威跟这种人没 没必要,突然柳如烟的手机,铃声响起,打断了这场争执,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,随后接起了电话,而听了没意会,他的脸色就变得煞白,我在旁边也断断续续地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,柳总,怎么办啊,依附总卷走公司目前所有的现金出国了,柳如烟文言目瞪口呆,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,当即腿一软,一屁股坐到地上,整个人宛如风魔一般喃喃自语,不可能啊,怎么可能,我记得自经明明,林又威看着面前失魂落魄的� 自那之后,我就没怎么再见到柳如烟了,我特意关注了后续的发展,原来钱被一腾成卷走后,柳如烟公司的资金链就断了,加上这段时间,一腾成胡家虎威作威作福,让公司里的骨干员工离心离德,很快公司就撑不下去了,马上就要宣布破产,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也只查出来一腾成留下的一句话,无非就是不甘做替身,以及大骂柳如烟的种种不适,柳如烟什么都没了,公司破产爱情破灭,名声扫地,处境变得十分艰难,而我在回家的途 途中,陡然又看到了她,柳如烟见是我,风一般冲过来,以柳如烟目前的处境,我一瞬间就以为她,要对我有什么不测,当即后退几步,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柳如烟披头散发,昔日的光鲜亮丽已经不复存在,整个人显得憔悴而落魄,看见我,她的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,声音颤抖着说,纪波达,我,我等你很久了,经历了这些之后,我才发现,真正对我好的还是你,我愣住了,不知道该如何回应,她继续说道,我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,如果你愿意, 你也可以在这个公司继续干活,也没问题,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,只想和你在一起,求你了,她的话语中带着几分哀求和绝望,但我却无法接受她的感情,我深吸一口气,只觉得无可奈何,柳如烟,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,她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,只是自顾自地说着,我已经想明白了,我会扔掉那些东西,家里你不喜欢的照片我都会扔了,我现在,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,求求你的纪波达,然而,我却不想再听下去了,就在这时,小区里走出一个人,是林又威,她看到我们,眼神中闪光了,我会扔掉那些东西 我会一丝惊讶,但很快恢复了平静,我们现在已经住在了一起,只不过,这次是,变成了男女朋友关系,我甩开柳如烟,直接走向林又威,柳如烟留在原地,还在肃尽苦头,最后,我们在她的哀求中离开了这个地方,曾经光鲜亮丽的柳如烟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,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,她的身影在夜,色中,显得格外孤独和无助,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柳如烟,后来,为了安全起见,我们偷偷换了小区,开始了新的生活,事业蒸蒸日上,我和林又威的感 感情也越来越稳定,然而,有一天在新闻上,我突然看到了柳如烟生死的消息,似乎是巨额债务偿还不上,她不堪压力,直接自杀了,我心中虽然有些感慨,但也只是,当做一个新闻来看待,毕竟,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,完